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亮仔 最近国兵的众多主力已经奔赴德班来参加视频赛 那么这一次我们的对手包括了日本韩国的那些劲敌 所以其实对于马龙他们来说压力也不小 我们想要拿到所有项目的冠军也要付出巨大的一个辛苦和代价 但是就在最新来在我们全身心的备战这一次的比赛同时 我们看到了日本队这边却是遭遇出师不利 他们有一个名将在最近因为受伤的问题已经确定退出比赛 接下来对于日本队来说 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而对于我们中国队这一次争取获得好的成绩 则是一个重大的惊喜 我们来详细分享一下 那么首先在最近根据媒体人透露的消息 我们了解到日本队这边的名将 小总大灯因为受伤的问题已经宣布退出比赛 在这样的情况下 日本队只能够根据现有的一些人员进行重新的调整 来安排后续出征的名单 而随着这个日本名将退出比赛之后 其实对于张本志和来说 接下来也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本身张本志和这一次参加四拼赛 除了安排这个单打比赛之外 他还准备和这个队友参加南双的比赛 希望能够为日本队争夺更好的成绩 结果随着自己的队友退出比赛 接下来临时要更换搭档 对张本志和来说 无疑是一个比较大的悲剧 无独有偶 在上一战的一个世界大赛当中 我们也看到 同样因为小总大灯退出比赛 导致张本志和丢掉了南双冠军 而且之前因为这个队友退赛之后 张本志和只能临时放弃的那个项目 没有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在这一次的大赛即将到来之前 他的队友再度因为受伤退出比赛 对张本志和而言 无疑是悲剧重演 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事情 而且我们很清楚 小总大灯在此前 曾经在日本的境内打败过张本志和 还是关键的三比零 所以从这点看得出来 这个日本队的小将的实力是非常厉害的 只可惜伤病这种问题无解最终影响了他的一些出战 所以接下来对于我们中国队来说 我们无疑在南单包括南双方面 失去了一个比较厉害的对手 对我们后续的作战其实是比较有利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把握住这个优势 除此之外 在最近根据德国这边传来的消息 他们的名将波尔也因为受伤的问题退出比赛 所以总的来说 目前对于我们中国队来说 在南单方面是收获了比较多的一些利好 当然接下来虽然说我们中国队的选手 比较健康参加本次比赛 但另外一方面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的健康安全 毕竟的话 在最近我们中国队很多主力选手 都接连曾经爆发出伤病 好不容易好起来 我们不希望看到大家会再度伤病复发 影响到接下来的作战表现 也不希望大家留下遗憾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